第八十八章 独立与回归 施救兽养殖场 现场一共有四十个人 其中包括绿渊和圣莲在内的三十二名入选者 六名被特批前往陈鱼岛的护卫 熊斩和绿果 原本绿果是不能前往陈鱼岛的 绿渊想的也是自己先拿到名额 再考虑绿果的去留 但金黄大礼堂事件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奖励 绿果能够前往陈鱼岛便是奖励之一 三十二名入选者加上绿果 熊斩就是三十四人了 其余六名护卫 有三名是九阶圣灵使 三名是八阶巅峰圣灵使 而且这六人中 两名来自圣堂 两名来自金黄城的天交战主办方 还有两名来自银莲族 来自银莲族的两人同去陈鱼岛的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为了保护圣莲 在几名圣灵使中 领头的是金黄城派出的九阶圣灵使缘恩徽叶 他简单地说了一下此行的规矩后 就和另外一名圣灵使去沟通租用施就寿的事情了 这次出行 来自圣堂和银莲族的圣灵使 全城都只跟着圣莲 守护他 而来自金黄城天交战主办方的两名圣灵使 则负责与外界沟通交流 处理一些琐事 在两名圣灵使去忙的时候 众多入选者把绿渊和绿果围了起来 谢谢渊哥的救命之恩 你也太强了吧 我那天都看傻了 一想到你要跟我们一起去陈鱼岛 我这几天都没睡好觉 说起来 哥你都这么厉害了 为什么还要去陈鱼岛进修啊 要是那些进修弟 有什么不开眼的前辈来挑衅我们 渊哥肯定能把他们全部打趴下 哈哈哈哈 渊哥 此时 这些入选者完全是一副崇拜的姿态 他们作为金黄大礼堂事件的亲身经历者 对绿渊和绿果的实力和来历 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入选者围着绿渊和绿果的时候 那两名来自圣堂的圣灵使 也在悄悄打亮绿渊和绿果 似乎想看穿绿渊和绿果的实力 但他们什么都没看出来 因为从外表上看 绿渊和绿果就是普普通通的四五阶年轻人 如果不是各种信息 无比直观地让他们百分之百 确信绿渊有那个能力 否则他们真的不敢相信 因为绿渊实在是太年轻了 没多久 圆恩灰夜就带着那名八阶圣灵使回来了 在他们身后 是二十头体型高大的施救兽和他们的棋手 每两人骑成一头施救兽 你们自己分组 自己挑选吧 说完 圆恩灰夜便侧身让开了 原本围着绿渊 绿果的人顿时散开 纷纷组队去了 绿渊绿果 熊斩和圣连四人 自然不需要去找其他人组队 等组完队 大家各自在骑手的引领下 骑上了施救兽 一行人就这么乘风出发了 施救兽煽动英赤 冲上云霄 风声呼啸间 众人就到达了云层上方 众多入选者里 有人跟绿渊和绿果一样 早就适应了高空飞行 但也有人从没有飞行过 这些人从高空俯瞰下方的时候 既觉得恐惧又觉得有趣 还有人忍不住大声呼喊起来 引得不少人鹰鹤 一时间 呼喊声响彻云端 在那些人激动万分的时候 圣连则让自己的施救兽起手 控制施救兽靠近滤渊 滤果 滤渊和滤果一前一后地跨坐着 因为施救体型庞大 坐后面的人倒也不用抱着前面的人的腰 你们要去陈渝岛执行任务 对陈渝岛目前的局势可有充分地了解 圣连先用血脉之力影响空间 让其手听不到他的声音 然后才对滤渊和滤果而道 了解过 但肯定没有你了解得深 滤渊道 你先说说你了解的 然后我来补充 圣连道 三百多年前 陈渝岛是圣灵国度的领地 但大灾便结束后 腰狱打着帮助圣灵国度 从战争中缓过来的幌子 强行将陈渝岛要了过去 这之后 三百多年陈渝岛一直都在腰狱的统治下 滤渊道 按照当初腰狱和圣灵国度签订的合约 腰狱会在两年后归还陈渝岛 并撤走陈渝岛上所有驻军 交出陈渝岛所有执政 执法部门的主管权 在过去三百多年里 腰狱把陈渝岛打造成了一座 不次于腰狱本土城市的大城市 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教育水平 都远超圣于本土的城市 据说连金黄城都比不上其十分之一 所以 陈渝岛的民众 对陈渝岛回归圣域一事 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更在近些年成立了不少组织 阻碍陈渝岛回归圣域 但也有一些人愿意让陈渝岛回归圣域 他们同样成立了组织 与反对派对立 前几年 双方都还比较克制 但近些年 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爆发了不少战斗 你说的都没错 圣连沉默了一会儿 道 陈渝岛目前的局势非常混乱 想要陈渝岛回归圣域的 想要陈渝岛独立的 想要陈渝岛继续依附腰域的各种想法都有 圣域人族 腰域的妖怪族 精怪族 甚至是妖化者 纷纷登场 你现在去陈渝岛 无论要做什么 都必须非常小心 特别要小心妖化者 妖化者 绿渊和绿果对视了一眼 都有些不解 哎 圣连叹了一口气 道 陈渝岛跟腰域走得非常近 各方面的资源很多 既然有资源 就能做实验 几十年前 陈渝岛一个失败的实验 导致妖化者出现了 妖化者是那些人妄图让圣域人族 完全妖怪化或精怪化失败的产物 他们既不是人 也不是妖 实力强大 却又缺乏足够的智慧 圣域不接受他们 妖域也不接受他们 他们因此变得孤僻 经常会肆意滥杀无辜 是比圣灵教成员疯狂百倍的危险分子 我大概明白了 绿渊点了点头 另外 你们还要注意妖神庭 圣连继续说道 妖神庭 这我听说过 绿渊道 妖神庭是近些年里 圣域本土反对圣域脱离妖域的最大和平 组织 它经常发起一些和平 行动 影响力巨大 妖神庭在陈渝岛的影响力也很大 圣连说道 他们支持陈渝岛继续依附妖域 他们不是和平组织吗 绿果尔问道 我没有查到与他们有关的暴力行动 其实 传闻中 妖神庭的创立者神主 就是圣灵教的教主 圣连道 另外 这个神主其实是圣堂的前圣者 也就是圣皇的继承人之一 这样的人居然背叛了圣堂 绿渊和绿果都大为惊讶 据说这跟他在妖狱进修的经历有关 至于具体原因 我也不是很清楚 圣连道 金黄大礼堂事件虽然被瞒得很死 但毕竟我们32个人都活了下来 而且还要去陈渝岛 如果他真的是圣灵教的教主 肯定会让妖神庭出手的 那你才更要小心啊 绿果观心地道 你们也是 圣连道 我总有一种 我们被当成了诱饵的感觉 绿渊摸了摸下巴 有可能吧 但你无论如何也要去陈渝岛 对不对 你只要去了陈渝岛 肯定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即便我们被当成了诱饵 至少我们这边还有人保护 圣连道 这次陈渝岛之行 不仅仅是明面上那几名圣灵使陪同着 绿渊文言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哎 真是复杂呀 隔了一会儿 绿果忍不住感叹道 这也没办法呀 绿渊道 他最近看了很多书 熟悉圣语 妖狱的历史须知 在冰河时期 人族只是妖怪族 和精怪族的奴隶而已 圣语人族之前 如果不与妖怪族 精怪族联姻 连活都活不下去 更别说其他 圣语人族继承了妖怪族 和精怪族的血脉 依附他们并融入他们 才有了后来宝贵的发展期 之后的大灾便算是 人族发展里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人族三欲自那之后 自由度高了很多 唯独圣语与妖欲的联系 还是一样紧密 没办法 两欲融合得太久了 即便是大灾变 也无法一下子将它们分开 三百多年来 圣语无数圣皇 屡屡尝试让圣语脱离妖欲 但都没能成功 直到近些年 魔欲那边频繁给妖欲施加压力 圣语才找到机会 脱离妖欲的机会实属罕见 圣语把握住了 就绝对不能放开 关键是这种分手 还不能闹得特别僵 毕竟人族现在还不能完全离开妖欲 其中的故事极为复杂 之后 绿渊 圣连他们继续交流着有关陈渝岛的信息 与此同时 金黄城北部八百公里处 一座名为青鹰城的小城 正在遭受一场灾难 青鹰城是一座被青鹰人族统治的小城 前两天 青鹰人族收到金黄城传来的命令 让他们接收一批人 并做安置 圣堂的命令 青鹰人族哪里敢不听 然而 就在他们安置了那批人的两天后 一个神秘人到来 使那批人死伤惨重 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结局令圣堂震怒 因为那批被杀掉的人 正是金黄大礼堂事件的亲身经历者 他们在死前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也有一些是因为受到血世反噬而死的 这些人的死 无疑是在昭告一件事 圣莲在绿渊的帮助下 杀死了圣灵交的圣灵使 并打破了生命之势的事情 瞒不住了 自那之后 绿渊和绿果都将笼罩在死亡的威胁中 关键是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包括圣莲在内 他们都以为圣皇很好地解决了这件事 作者 唐家三少 请不吝点赞 收听 入口 七少年之势的pered